用一看又是一场擂台血案 日本选手赛前辱骂我们中国选手是东亚病夫 结果被打下右眼 只能气再投降 好的观众朋友们 您现在收看的是一场非常血腥的泰拳比赛 我们的中国姑娘王小花大战日本选手左腾会 您可以看到身穿黑衣服的就是日本选手左腾会 而身穿白衣服的则是我们的中国小将王小花 两个人都很年轻啊 一个17一个16 我们的王小花16左腾会时期 那么这是一场泰拳比赛 也是在泰国打的 别看年轻啊 作战经验是一个屁一个丰富 那么除了在赛前呢 这个左腾会挑衅我们的中国选手之外 而且两个人也是仇人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他们两个人同在泰国的一个拳馆练习拳机 可以说仇人相见 分外眼红 虽然岁数都不大 但是两个人连泰拳也都是很早 我们的王小花在五岁就开始经受这个系统性的泰拳训练 而左腾会稍微大一点 左腾会是七岁的时候在日本学了一段时间泰拳 后来来到泰国 两人在同一个拳馆训练 被看到双方也是进行了一个缠斗 这个左腾会也是有一些紧张啊 别看我们的王小花年纪小 但是这个拳锋打得很凶 好的双方又一次对拼 这个火气很大 进攻又要很强 看来赛前嘲笑我们中国选手是东亚病夫 这简直就是猖狂至极 应该出重手教训 好的左腾会在第一回合啊 可能也是想打一个后手 但是面对我们的王小花也是 没有这个太多的机会 反应慢了一些 双方再次来到了篮边 这个都是一个师父叫的 不太好破招啊 看到左腾会也是有一些为难啊 就没有太好的进攻机会 现在来看的话 双方纯粹是一个体能和力量上的对拼 只能看谁这个体能池更深 力量更强 招式上来说的话都差不多 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第一回合比赛正式结束 双方在第一回合啊 打的还是没有那么用尽全力 尽可能的也是在试探对方的这个底细啊 目前来看的话 我们的王小花优势更大一些啊 我觉得在第二回合 我们的王小花应该是能抓住这个优势啊 来KO掉这个左腾会 好的第二回合 双方也是久违的使用了泰拳的这个腿部进攻 这个左腾会啊 看上去比我们的王小花高一点 但是两个人的腿长其实差不多 可以看到也是不停的进行这个腿部对拼 我们的小花是且战且退 面对这个左腾会还是不要着急啊 这个着急很可能会被对手找到破绽 那么从泰拳的这个远距离对攻来看的话 我们的王小花优势更大 左腾会也是尽可能的打这个近身缠斗 好的双方也是进入了一个白人化阶段 可以看到也是放弃了花招进入了白人战 这个呃 还是有火气的 我们的王小花明显是想拖对手打地面 但是这是泰拳比赛 不能有地面 好的第二回合比赛正式结束 来看一下第二回合比赛的回放 那么在第二回合比赛呢 我们的王小花啊 也是表现的很稳重 面对左腾会的这个进攻啊 也是且战且退 打了一个游走战术 左腾会可能是有些难受了啊 自己把这个中宝全压在了第二回合上 但是没有取得什么明显的效果 无论是进攻啊 还是说缠斗啊 让我们来看一下第三回合啊 这个扩大的优势 我们的王小花能不能把握住 好的第三回合 左腾会也是加快了自己的进攻节奏啊 频率也是变多了 但是我们的王小花可以看到观众朋友们 防守非常的好 进退有度 哎呦 还是要小心这个左右的重拳 不太好 不太好防守 哎呦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突然出现了一些情况啊 左腾会好像是被我们的王小花刚才在对拼中啊 打坏了右眼 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情况 看来这个右眼是被我们的王小花啊 一个重拳或是肘肌给打瞎了 看来还能不能继续比赛 这个左腾会可能是参加不了比赛了 让我们来看一下裁判的最终判定结果 好的漂亮 让我们恭喜我们的王小花 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 那么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感谢您的收看与支持 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谢谢大家